大家好 洪漢因為昨天那個一摔 今天頭還是很暈了 很怕他有點腦增長 所以還是讓他休息 結果雅瑄打的時間太長了 一摔倒以後 還很擔心是不是膝蓋受傷 還好只是抽筋了 因為太久沒打那麼久 那今天的防守比昨天好很多 尤其昨天的防守幾乎是一個空城 隨便對方切入 那今天 昨天回去之後討論 希望他們加強今天的防守 那在防守的部分是做得非常好 那這兩場打下來 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達到我們之前的目標 在家豪跟傑榮這兩個點 都已經年輕然後可以培養出來 然後反思也越來越好 那另外就是我們本土球員 跟外籍球員之間的默契也越來越好 那所以希望我們在 我們T1的開幕戰之後 我們就算是在尾翰還沒回來的情況下 整個陣容能夠更 跟符合我們之前原先的打法 有 有理有外速度能夠打出來 尤其是控球後衛這一塊的問題 希望能夠快速解決 謝謝 因為也有一段時間沒有 跟母隊訓練嘛 那也不用這兩場 然後跟一些新隊友做一些磨合 那其實跟上一季也沒有太多的落差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主打歐式的球風 那可能在這兩場比賽比較可惜的是我們那個快攻的轉換 沒有像上級打這麼流暢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回去要去好好去加強那個地方 其實我在中華隊的手感沒有那麼燙 就是我利用回來這段時間 我好好去加強一下 因為三分轉是我主要的武器 應該就是尾翰不會回來 那大翰這一邊看看他的頭的狀況 那其他球員都會宣言到齊 我希望給他們感謝這遊戲的主要組織 我覺得這兩敗球隊很不錯 希望這就是我的評論 只會有一個球隊 我們會有更多的遊戲 那首先想感謝孟長佳組織的這個比賽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跟不同聯盟的球隊去對抗 那他也是希望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是只有一個聯盟 讓我們大更多的隊可以去對抗 那這場比賽事節的情況都差不多 我們防守上都比較被動 然後沒有在好的位置去做協防 那我們的反應也比較慢 那我們讓對手罰了三十二次的罰球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防守位置都沒有提前的站好 那我們無球的防守空間 我們雖然下半場有做得比較好 但還是太多的錯誤 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 那這場比賽的進攻 其實我們本來就知道進攻上不會打得太順 一方面是因為想要讓怡翔首次回歸能夠適應一下比賽的節奏 所以讓他上場比較久的時間 那再來是我們的也還在適應說我們的一些戰術還有執行的一些機會等一下怎麼去做 自己的話就 十個月第一次就是打比賽嘛 然後自己當然也不是說即不即格吧 就是慢慢去適應這些節奏跟強度的比賽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在開季前就是找回之前的感覺 對 可能還沒到一半吧我覺得啊 就是可能場上的節奏跟強度還要再去適應吧 對啊 但是我希望他今天沒有比賽 很常 當然 像他說了 很久沒有比賽 他回到比賽 5-5 兩星期前 當然 他需要時間 三星期前 這件事 當你有很多時間外出 你需要遊戲 你需要感覺 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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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的新的組合 因為他同時是一個新的組合 所以 今天 一定不是很好的遊戲 但 我確實在是他能幫助我們 首先 當然 我們預期 他這場比賽不會有太驚人的表現 畢竟 他也像他說的 很久沒有打 他在三週前才開始做五對五的訓練 我們都知道他 會需要很多時間去適應比賽的節奏 尤其是 其實今年不只是他傷後的付出 他也要完全適應一個 全新的球隊跟隊友 但是我們相信他未來就是 一定可以幫助到球隊很多 我的想法是 用他20-22分鐘 他會比賽更多 因為當時我看到 我們有一個結束 我希望他回頭 我告訴他 他 他在這裡 玩這幾分鐘 幫助這個隊友 從前一段 比賽更多 那其實我們原本預期 今天只讓音響打 大概20-22分鐘的比賽 但是在最後第四節 我們看到有機會去 音響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想要讓他在 這個關鍵時刻再試試看 那也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們就是為了 關鍵時刻 來把它搞過來的 其實也沒有不一樣 就是大家想不及 就差不多 然後可能就是比較有 新鮮感吧 就是第一次 就是遇到T1的球隊 對那 我覺得之後如果有用比賽的話 可以就是常常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多打這樣子 對啊 因為可以遇到不同的 每個球隊的不同的文化 節奏那些 對啊 很累啊 但也沒辦法 但就是 我覺得我很開心 今天可以就是 可以就是 站上球場打球這樣子 對啊 然後 不管就是 以後怎麼樣 那我也會繼續就是 再努力 就是慢慢的 把自己的節奏找到 可能自己還要再 就是 再這樣一點 對啊 希望可以在開機前 可以 達到 就是自己的目標 對 有些人 會不會 會不會 可以 有些人 會不會 有些人 會不會